大家好,我是Casper 在疫情終於降級後 總算可以出門透透氣了 今天就要開著Suzuki Jimny 前往海石洞 來一趟微越野之旅 那我們就出發吧 Let's go! YA!我們現在開始正式的開在沙灘上面了 我們剛剛從馬路轉進來 然後現在是在南澳的神秘沙灘 我現在還沒有切換到四輪傳動 我想先看看什麼時候才需要切到四輪傳動 卡住了 卡住了 好啦,你看 好,我現在卡住了 你看 我就卡住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就卡住了 好 我們現在先打 噴檔 好 有沒有這樣 噴一聲 好,現在四輪傳動有了 好,你看 那就可以開了 YO!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海石洞了 對不對 那裡 但是因為 海石洞前面的沙子是比較軟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沒有把 Juveny給開上去 我怕等一下卡在那邊就 刷賽了 然後現在 Ana在玩石頭 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次我所帶的傢伙 首先呢 我先帶一個 小吉穆泥 小米座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我的開箱影片 它非常的可愛 好 第二個是說 我這次呢我要帶一個貼幕 這個是 迪卡農的 然後我計畫是說 我帶了 我準備兩個吸盤會吸在上面 然後我們就從車頂 然後把它延伸出來 然後我們活動空間就在底下 進入我的這個完美的計算之後呢 它可以 我們開動 你可以吸上去 你看 它就可以牢牢的吸住了 好 每次都覺得這台車子很像玩具 你看 我兩隻手指都在搖晃它 非常的輕盈 很像小玩具的感覺 但是它不玩具耶 它要八十幾萬 好熱喔 我一定要融化了 你的心要被我融化 傻眼 是嗎 是這樣嗎 不是喔 不是你的心要被我融化了嗎 好 我們來 趕快把我們的 庇護所給搭起來 我上次 去露營的時候搭天幕 我對天幕就是覺得 是非常 非常難搞的 非常難搞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會要搞多久 這樣 但是我就覺得好像很希望 就是跟後面的這樣 就是用一個那種 有棚子 這樣就好了 超快 現在在這邊搞鐵條 對不對 我要不要幫忙 沒關係 不用不用不用 我可以幫忙的 好熱 現在應該有四十度吧 它怎麼 應該是不會那麼快 幾個小時後 主播你好 我們現在在 海石洞 你在海石洞 神秘沙灘 神秘沙灘 我們現在佈置好一個 愜意的感覺 旁邊還有一輛 可愛的小車車 還有一位 私背秀的男子 還要放音樂 我們在這裡 實際上是要聽海聲 喔是喔 Oh my God 海聲還要在放一些 海聲要聽海哭的聲音 它一個小 它一個小Gimany Oh my God 這家配置 我聽了什麼 各位 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這個 西盤式貼木已經搭好了 其實我覺得 算是很好搭欸 因為 正常來說 貼木其實搭起來會很麻煩 因為迪卡龍只有兩根而已 所以它幾乎你就是 每個腳都要注意到 那現在我這邊 基本上我已經有三個 著力點 就是西盤西柱馬 這個很老 所以你看 西好然後就延伸出來 其實這樣子就 很好去做運用了 然後你看 我們現在就可以 很舒服的 拿在這邊 對 待會我就可以 玩著我的小Gimany 然後看著大Gimany 然後喝著咖啡 是不是就很 非常愜意 恩 好吃的早餐 特好吃 特好吃 因為剛剛非常辛苦的 去搭建這個 節目 還有陪我拍的照片 照片 就在這裡 我們拍了半個小時 沒有那麼久了 沒有嗎 但是不覺得這張照片 還蠻好拍的 很愜意 很開心的感覺 這是我們剛剛在 南澳買的麥威登早餐 好吃 各位 我們剛剛體驗了一個小時 非常舒服 很悠哉的一個時光 聽著美妙的鋼琴聲 吃著我們的早餐 看著漂亮的美女 但是呢 開始下雨了 趕快送 趕快送 好 基本上呢 這支影片呢 如果喜歡的話呢 就歡迎幫我按讚跟分享啦 我們要趕緊的撤退了 先這樣啦 掰掰 我們要趕快送了 有畫面再拍給你們看 掰掰 我跟安娜剛剛又發現 這台車的一個隱藏功能 就是它的熱風 它的暖氣 它可以把它轉到溫度最高 它有個害 老天啊 這個暖氣的這個熱 真的是有夠熱 因為我們剛剛頭髮濕濕的嘛 哇賽 這樣吹吹就 吹吹就乾了 這個溫度我預估 至少有個 五六十度有 吹風機 吹出來的溫度是很像的耶 那你吹風機開 開 middle的溫度 差不多是長這樣子 但我不能講吹風機的high 吹風機的 middle的溫度 差不多是這樣 好熱 超熱好 受不了 真的是蠻厲害 厲害厲害 這台車可以買 可以買 多功能耶 無敵多功能